英雄联盟 康爹 吉品 Top 5 第五名 不是每次改人都需要辅助让人投到 空鞋空蓝的太险家依然一技术能工之物 机器人试图过去航塔 也还走过去了 但人家侧身一转并没有攻击 也是维安东西的收藏太险家的反扑 飞机发生了稳稳的白转 冲额一幻音 好吧 其实这是个阴谋 机器人你是故意的 碰面呐 第四名 牛哥天生好心肠 好心肠 小哥们的团战爆发 龙女被三人拎到 饱受创伤 准备飞过去收入的源头 做好一回应的新准备 眼看就要中了 起来牛哥一个神W 顺利就走龙女 并且让家里要放出一个完美大圈中敌方三人 让我们再看看英雄做美的时刻吧 眼看龙女妹妹无处搁到 牛哥大吼一声暗蓝叶 谢谢牛哥 少侠好身手 第三名 影神系 总是自以为很安全 野兽之灵在红Buff处遭遇到小丑埋伏 被小丑配合乌鸦顺利击杀 这个时候 几方的盲僧山山来时 想来为野兽报仇 但是小丑没有看到 对面来了两个满血的英雄啊 大不过 只有来几神龙半个逃命 这个时候小丑团空而起 嘎嘎 你不知道水龙白尾 是会被撞到受伤的吗 第二名 轮配合谁敢与我针锋 反战一触即发 温眼开大直线后被寒冰射手 可惜过于蛮横冲到的塔下 只有三仙成为 赵新大侯一身长枪一载 冲向敌人用大招将敌方击退 爱惜的大轻轻飘过 不带走一切零彩 配合如此犀利让我们重温一遍 赵新的经验横扫 霸气的将敌人全部挑开 爱惜的魔法水净天怒中空气 我们的配合无人能及 噢耶 第一名 我扎我跳我傻 玩的就是你 让你在桃里回城 吃我一基地余火炮吧 面对减人头的炸弹人 敌人居然毫不有情 炸弹人从容放下定点爆破 我能看得说 啊 这个时候敌人闪现上来了 没关系 我还可以闪现下去呢 啦啦啦 我是快乐的小爸婆 大家好 由于英勤联盟还没有出官方的录像系统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款 非常简单方便实用的REPLAY软件 REPLAY 这里是软件的下载地址 下载 安装 接受 下一步 这里六个打勾的选项呢 并别为第一个是梦人勾选 也就是LREPLAY的主程序 最后是安装 最后立刻运行 第三个是创建桌面的快捷方式 第四个是创建开始菜单的快捷方式 第五个是关联后 这位LRF的文件 也就是工线文件 第六个是添加到开始启动项 这里全部工选就可以了 反正也占不了多大的空间 之后选择安装文件架 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之后 立刻运行 大家会看到这样的界面 首页这里介绍了一下美服的观察模式 我们也先偷偷期待一下 国服所有大区都开启这个模式吧 好的 软件装好了 是需要小设置一下的 来点击右上方的齿轮按钮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设置面板了 第一个项目 是LL的安装目录 国服选手就选择国服 美服选手就选择美服 虽然这款软件 会根据你进入的游戏来自动定位 不过自己手动设置一下 还是觉得安稳些吧 万一分开录像时 会出现的各种诡异的问题 我们稍后再来说 第二个项目 是保存录像文件的文件夹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 后置为LIF的文件 就是通过这款软件 记录下来 并且可以观看的录像了 第三个项目 是这个软件的数据文件夹 不用理他 第四个项目 是你自己的录像的命名方式 默认的是 召唤适与可使用的英雄名 这里你当然自己也可以乱改一次啦 不过默认的设置 还是比较轻小明了的 接下来是语言 中国大陆 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这些都无关紧要啦 下面八个选项 中文部分应该都没有问题 左下角两个英文选项 分别是 观察模式时 记录录像 和用观察者视角 记录所有录像 你可以做新选择 不过我建议大家 勾选这两个 因为如果是观察模式 万一你碰到很虎的队友 你就可以把这一局记录下来 然后透配它的精彩操作了 最下面的三个滑快 第一个是截屏层履 第二个是截属质量 第三个是尺寸 我这里都调到了最高 是为了追求最好的画质 一调OK之后 点击确定就好了 设置好之后 我把软件最小话运行 开设了一局游戏 之后默默的等待 对方的基地爆表 好的 擦终结束了 这个软件会小小的读写一下 然后在软件面板 我的录像界面里 就出现了包括 刚才这一局站内的 各种LF的文件了 在这里可能会有很多同学表示 恶不下来啊 混蛋 其实啊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 虽然部分场戏恶下来了 不过偶尔也会出现 种诡异的问题 可能是不复杆和不见容吧 每复杆是问题不大 不过这个就不是我能解决的啦 你抗还是不抗 会就在那里 你发还是不发 我默默期待 你上还是不上镜 我们 恶不上镜需要您的支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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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